不知不觉中,2018年,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过去了,有汗水,有嫩水,有失去,也有收获,心情百味沉杂,忙忙碌碌一整年,总是没有哪一天真正开心过,在一座座城市兜兜转转,一直找不到落脚的地方。 也许,买房子安顿下来,才是最好的归宿,但是感觉能力总是不够,手头太紧,看着干扁扁的钱包,好无奈,不管怎样,一年还是过去了,我们依然要继续活着,好好活着,努力,再努力一些。 马云说,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,最可靠的办法是让自己配得上它,你不努力,不够强大,就什么也不配拥有,即便得到了,还是要失去,爱你的人,如果你不珍惜,不给他一个期许,不建设自己的小屋,爱情也是空中楼阁,后来,他转身就和别人在一起,那个说陪你流浪的人,其实期待有一个安定的家, 今天工作不努力,明天努力找工作,你不努力,不懂得工作技巧,不仅仅没有提升,连现在的岗位,都要被人夺走,树岛湖孙三,就是夫妻,也可能因为你的不努力,就离开你,人啊,总要活着,就需要物质和金钱,总不能天天勒紧裤带,我们都没有背景,没有靠山,什么都得靠自己,并且回头看看, 父母也老了,我们还要成为他们的依靠,我们不优秀,但却是全家人的希望所在,没有努力,哪怕很累很累,都不要休息,真的扛不住了,就靠着墙壁,或者蹲下来,抱着自己的腿,哭一会,然后继续往前走, 这个社会,人人都很忙,没有人在乎你流泪的眼睛,都不会递给你一张纸巾,别责怪社会,你自己不强大,就没有人尊重你,老天爷对谁都是公平的,一份耕耘,一份收获,你付出了什么,才会得到什么,机会从来都是给有准备的人, 击倒你的不是苦难,是卑微的眼泪,要知道,成功的人,都是熬出来的,熬过去,你就出众,熬不过,你就出局,成功的秘籍最简单,努力加执着,再来一点智慧,适者生存,不是适者淘汰,一个人,越努力,越幸运,越执着,越成功, 2019年,一开始,就告诉自己,拒绝婚日子,关注我的文字,走进你的心灵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